其實我大概就做一個說明 其實我現在上課的風格 大家一定會上課錄影 不過我發現這部分 我會認為說是需要的 但對有些老師來說 好像還是 尤其是大專業教老師 好像這比例其實還是偏低的 但如果說你想要教程式設計 你沒有做這個動作的話 說真的 學生要能夠真的跟上 恐怕不太容易 除非他本身程度已經很強了 可是程度再好的 像我們在座有一些本來也是做IT的 其實如果沒有錄影 你們有沒有 會覺得應該很多東西應該會跟不上 對不對 所以像我有的時候 上課錄影忘記了 就馬上就有同學來我 他說老師你忘記PO影片了嗎 所以我會趕快火速地把影片上傳 然後趕快提供 不然我怕耽誤大家學習 所以一直會有那個失誠的壓力 不過其實我覺得 對我來說也不是什麼壞事 反正就是說 我至少覺得說 我今天是有這件事情要做 變成說我上課的一個主軸 就是上課一定要錄音錄影 如果上課沒錄音錄影 你感覺好像不在上課 所以我剛開始來這邊上課的第一週 我就覺得 有點那種 突然覺得有點失落的感覺 感覺他今天到底有上到課沒 然後之後第二次上課 應該沒辦法順利的 設備沒有辦法 所以對我來說 我會有 會影響到我一點點的情緒 所以之後用好了我感覺 哇 整直不知道 就有那種心情很愉快的那種感覺 但是這個當然也是慢慢要累積 因為錄音錄影已經快20年了 對不對 做這件事情 我一定還是會堅持做下去 因為對的事情就是要堅持 其他還有像雲端講義 所以雲端上面那個白板 其實你們回去可以看一下 雖然這個難度其實還滿高的 可是我覺得只要有一些適度的輔助 我覺得再難的東西應該也沒有學不會的 對不對 你會發現這個東西真的很難 坦白講 但是有的時候什麼叫專業 專業就是說 這麼難的東西對你來說是很簡單的 那你就是專業吧 對 如果說這東西大家都會 那你憑什麼領那麼多錢 對不對 領那麼高的薪水 只有做一點 那人家會給你一個稱號叫什麼 肥貓之類的吧 有沒有 OK 當然我們不希望這樣 我們給的東西一定是最 品質最好的 OK 而且是都是自己消化吸收過的 其實最後可能也得到一個結論 剛剛有講說就是遠距教學成效如何 後來發現我期末他們的專題作業 改完成績之後發現讓我整個改觀了 我本來想說東吳的成效會比較差 結果真的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哇 東吳的成績 這個學生居然比師大的成績還要高0.5分 就是期末成績部分 OK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國立大學學生跟師弟大學學生 最後的這個出來的東西 感覺好像那個師弟大學的創意稍微多一點點 而且是就是可能在變化上面比較大一點點 也許啦 我現在想可能是跟商學院學生是不是有點關係 因為商學院學生他們可能因為目前迫切被需要 為什麼 因為他只要畢業之後有沒有 尤其是他們其實還蠻多都是大肆學生修課的 他們可能是馬上就會有就業上面的這種技能的需求 因為他不會這個東西 他以後找工作一定就會常常被問到 你會不會這個東西 你會不會那個東西 如果說他們會的話 而且他們將來甚至在面試的時候 可以拿來做demo 說我不知道我這個東西是符合貴公司要的 我上了吳老師的課 我秀一下 他可能馬上就 你什麼時候可以來上班 我們薪水可能沒辦法太高 屬如此類 當然相對的會給人家是一個比較好的印象 不然說真的 現在畢業生很多時候 你會對那個畢業生的程度撐吃會有一點疑慮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你到底會還是不會 我們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在現場就秀一些東西出來 那馬上就沒什麼問題了 所以其實我一直以來 我自己給自己的要求 就是說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我不會去要求別人 所以很多東西我都會自己先做過 所以像剛剛看到的東西 其實也都是我自己寫的 另外像證照考試也是一樣 我自己要考三年幾張證照吧 所以我叫學生去考 學生應該也沒有什麼好 就是覺得老師你自己都沒考 我為什麼要去考之類的這種 那其他還有什麼 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不是資訊相關科系畢業的 但是我從事這相關的教學很久 所以我其實有些時候 我站在的角度不是說我今天是 本來就寫程式的 本來是學程式的人 然後我就會有一個刻板印象 跳不出來 因為我認識還滿多是資工 資管相關 我發現他有些地方又有一個包袱 而且又有一個框架 這我就覺得 因為我比較海過天空一點 我覺得重點應該是你最後想做什麼 而不是說你專注在那個技術上面 所以你這技術再厲害 到時候沒有人要用 你一毛不止 像我講過嘛 我十年前教Java 我現在還有什麼課可以 Java如果我現在還在教Java 我等於就失業了 對不對 但是我大概二十幾年前教VBA 我二十幾年後還在教VBA VBA可以教多久 我覺得好像應該還可以教滿久的 看起來啦 而且VBA這個領域 教的老師好像還比較少一點 教Python老師好像還比較多一點 所以有時候啦 我們當然要做一點差異化 我不會說我一直跟你跟風 我跟你一樣 那就我沒有特色了 我變成說我可以做一點差異化 我主要我不是說一直都教你工具 我告訴你說你拿工具要做什麼比較重要吧 OK 你不是說你一直在學工具要幹嘛 像很多人學了半天之後 學完不會用 那其實我覺得還蠻浪費時間的 最重要是這個工具對你有什麼用處 OK 而不是說你去了解它全面的東西 了解那麼多幹嘛 對不對 最重要是拿它來用才是最重要的點 所以有的東西 不是說全部學完你才開始用它 而是說你要邊學邊用邊用邊學 然後呢 學會應該是怎麼使用它 找到答案的方法 OK 可能我覺得比較重要 其他的話 再來我一直有強調的怎麼樣 把那個 學生的這個部分的這個教會 的部分 那其實 其實在思考其實多半還是要自己先寫過 因為其實老師自己沒有寫程式的能力 你要教程式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相信 像我昨天在現場我發現 其實很多老師是不會寫程式的 那如果自己本身不會寫程式 而且也沒有寫作的經驗的話 那說真的 我們當然就沒辦法預期說 他能夠把學生教到什麼樣的狀況 OK 所以其實 不過當然這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自己一定要親力親為 所以其實我提供給各位的程式 你看起來似乎也沒有幾行 但是有些東西實際上是 可能這個自己斟酌了非常非常久 可能甚至好幾年之後的東西 我才敢拿出來 不然的話我怕我會拿出來 會被人家笑 對不對 而且我還錄影 還放YouTube上面 對不對 如果放YouTube上面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如果大家都看到 不是大家都在笑 哈哈 你這東西還敢拿出來 對不對 簡直是笑掉人家大牙 對不對 OK 還好啦 好像目前沒有這種踢管的狀態 大部分好像都是肯定的多餘 多餘 負面的好像沒有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倒還好 不過我還是希望說 如果你們有什麼新的發現 或者是說有什麼樣 比較好的寫法 也可以提供給我參考 其他大概就是剛剛講的 至於就是像Python vs VBA 其實這也是我一直會有同學問說 現在老師Python不是很夯嗎 為什麼 你不乾脆就教我們Python就好了 我跟各位阿強 如果同樣的東西 用Python來做 我跟各位講 我們現在只有上到Python怎麼使用而已 我們根本還沒有開始去抓資料 為什麼 因為Python的相關的東西太複雜了 光第一個 你安裝環境好了 你就安裝半天了 而且很多同學 光卡在那個環境 要怎麼把它打開就是一個大問題 當然我是有提供那個懶人包 不過如果你今天是用VBA來做的話 其實說真的 VBA就是這樣 打開就可以用了 馬上就可以寫程式 如果你有些範本直接貼上就好了 這實在是差距太大了 第二個是說 如果有些程式不會寫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利用錄製去洗的 有沒有 所以假如說 大概有幾個地方 是Python 相對於VBA 可能是比較弱的 第一個就是安裝環境 Python的安裝環境實在是有點麻煩 第二個就是資料庫 以後你下載到的資料放哪裡 當然Python又是一個問題 你可能要自己再弄個資料庫 最簡單當然是Sequel-like 不過Sequel-like對於一般來說 還又要再學一個Sequel語法 再學一個Sequel的東西 那真的就 但是VBA呢 直接就放Excel 就是把Excel當資料庫來用的概念 那不是簡單多了 第三個的話 如果有一些程式不會寫的話 像我們剛剛後面還是衍生出來 就有些功能可以插入那個空白儲存格 當然如果你Python不會寫 你就寫不出來了 可是如果你在VBA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用錄製去洗的 有沒有 前面有講過 在雲端上我有分享 所以你回去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你錄製完再來修改 你不會也沒關係 所以我發現 那個有些學生很聰明 他不會的他就是錄製 然後把錄製的東西 放在他需要的那個程式位置 他的那個功能就做出 像剛剛那個台積電的那個範圍 我發現他有些地方是用錄製的 把錄製的程式搬到他需要那個功能的下方 這很聰明 對 這也是我一直強調的 沒關係 不會寫你用錄製的吧 OK 那或許你錄製程式裡面 很多可能累積的 沒關係 反正程式先可以run再說 那如果你要更好 沒關係 你再去想想看有沒有辦法讓他更精簡 那更精簡這件事情 以現階段來看 可能非必要 不過以後如果你想要讓程式更精簡的話 也許可以再試著把它精簡看看 再來的話 其他部分的話就是樞紐分析表 像 Excel 裡面 我有講 VBA 也可以去存取那個樞紐分析表 但是呢 如果你這樣Python做的話 另外一個叫Pandas Pandas太複雜了 你等於一個是用滑鼠拖拉就可以產生結果的視覺化 爆表跟圖表 但是如果你用Pandas 是每個地方都必須用程式來撰寫 當然對會寫程式來沒什麼問題 但對不會寫程式來說 那是非常麻煩的 另外像圖表有沒有那麼圖 其實做起來應該不複雜 可是如果你用Python來做 你可能至少要用那個 MathPyLab這個模組 那又是非常的挑戰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課程會這樣設計 主要原因還是考量到大部分人的需求 如果你說老師我覺得這太簡單了沒關係 那你可以學一點難一點的 我發現大部分人其實都不是每天在寫程式的 那不是每天寫程式 你這些東西不是每天寫程式來說 那簡直是天書的 難上架 所以其實或許可以用這些方法來完成 所以我昨天大概就把這些東西 做一些分享 只是說我不確定說 到底自己講得好不好 反正就是一個過程 OK 所以請各位也許試試看 我剛剛講的就是像其他的學生做的 也許你可以看一下台積電的部分 甚至如果你不用台積電 也許你可以用什麼聯電 甚至是什麼 像以前歷經叫什麼 現在變成歷經電 對 它又換一個名稱 之前不是上新聞嗎 已經不是已經下市 下市之後又上市還是什麼 下市又上櫃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多相關的東西 可以理解 可以了解 很準確 你怎麼看 感谢观看